从金锁到范爷,范冰冰身后到底有多少男人? 从鸭冠金锁到国际巨星,从跑龙套到连年登上中国福布斯明星榜,范冰冰靠自身的努力在娱乐圈打出了一片天地,她的名字时常占据娱乐版、时尚版、彩晶版的头条。 范冰冰的颜值不必说,自从环珠哥哥出道以来,颜值一年比一年高。 但其实范冰冰能取得这样的成就,除了自身的呼吸,努力之外,背后还是有贵人相助的。 众所周知,范冰冰和成龙大哥的关系非常好。 据说成龙大哥还有意料把冰冰介绍给自己的儿子,让冰冰当儿媳妇。 在绝地逃亡还让冰冰出演迷主,事后圣赞冰冰敢拼搏,能吃苦。 而网传范冰冰敢拼洪金宝,在影视界也是呼风唤雨级别的人物,在她的帮助下范冰冰的事业可谓是顺风顺水。 但是在冰冰背后众多支持者中,最核心的人物就是沐小光,范冰冰的经纪人。 别小看这个经纪人,真实来历一点都不简单。 台湾集团老板,黑白两道同吃,据说和向华强是一个等级的。 沐小光早就拥有自己的影视公司,却因为当初范冰冰出演的金锁这一个小丫鬟的角色出名后,她特地从台湾飞到北京,决心绕碰红范冰冰。 可以说没有沐小光就没有今天的范冰冰,二人之间的情谊不浅。 范冰冰每次出席活动,沐小光必定天生跟随,还有拍到手腕着手。 李晨都要靠边站,求李晨心里应有面积。 都知道沐小光和范冰冰的关系不一般,身价过一却甘愿为范冰冰保驾护航这么多年,难道两人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? 范冰冰冰和沐小光一直暧昧不清,绯闻不断,范冰冰也亲口说我沐小光是理想的男友对象。 只要有范冰冰出现的场合,必然有沐小光。 沐小光一直在范冰冰左右,他们亲密程度比一般经纪人还要好,不过沐小光表示,二人之间一师一友,范冰冰也表示只是把沐小光当哥哥。 范冰冰身边还有一位绝美的摄影师张元一。 范冰冰的美丽,在她绝世无双的镜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,同样是盛世美颜,但在不同的照片里有着不一样的诠释,但每一种美,又是那么独一无二。 范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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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� 范冰冰的大片,几乎也由她一手承包,今年范冰冰去贾纳,也带上了张元一。 连冰冰去巴黎时装周LV秀场,张元一也随她一同前往。 据说两人的关系已经升级为闺蜜,范冰冰一半的街拍大片都由她长进。 最让人惊讶的是,这位摄影师,慈雄共体,留着一头瀑布长发,眉起来丝毫不弱范冰冰。 帅起来也能甩一些男明星几条街。 兴许是相处久了,张元一与范冰冰美语之间竟然有些神似,从张元一的自拍照里也可以看出来。 张元一对冰冰的爱,尽情体现在她的尽头中,无声无息,但是又无人不知。 最后,当然还有范冰冰的真爱李琛了,自从公布恋情以来也是发长不断,不知道两人到底什么时候结婚,期待李琛快点把范冰去回家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